柔道就是精力善用 自他共融 将力量运用在最有效的地方 就跟防疫一样 出门戴口罩 口罩要带牢 公共场所 落实防疫规范 接种疫苗 提升保护力 注重个人卫生 勤洗双手 这是我的防疫九宫格 你的呢 台湾人阿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大时大外 夏天 今天是11月24号 礼拜三 今天台股是小跌 跌了23点 如我的预期啦 我不知道有没有如你的预期 说 老师我觉得这个盘不是很好 开高又开始震荡走低 然后到尾盘 本来想说要杀到最低 结果他又拉起来 那尾盘为什么要拉呢 不知道嘛 对不对 所以你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可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说 今天盘面上的气氛相较于昨天好一点 我只是说相较于比较好一点 那你说 老师阿 我觉得你分析的内容怎么样怎么样 好 那我这样问你 昨天跟前天 我有没有跟你讲长龙行 你们很多人爱问嘛 说老师要不要那个船票换掉换机票 对不对 我说 就看你的喜好 看你的喜好 有人喜欢飞的 有人喜欢海面上走的 就看你的喜好 但是你还去掌握一个技术面 拉回了买点嘛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长龙行今天是不是长庭 那我问你 今天涨停 成交量有34万张 如果你认为这样子你赚不到钱 那你来股票市场上干嘛 对 你来干嘛的嘛 对啊 你有看节目 对啊 你有看节目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他拉回四天了 对不对 拉回到这里 我还跟你讲说 好 我们就切那个你最想看的法人的进出嘛 我就是说你这样拉回来之后 投信嘛 投信你买的成本也在这里嘛 我说你这样下来 你买的成本比投信还便宜啊 就很多人在我们的上面 留言就说什么 我听你的叉叉你个叉叉 我听你的放红吹啦 黑白乱讲 那你去看昨天的代子 你去看前天的代子 就这样啊 你还说我黑白乱讲 那你还要怎样 对不对 你讲这种话的人是不是 纯心来找茬的 是嘛 但是不是所有的投资人都是这种心态嘛 他已经看到说 对 我觉得阿亨老师这样讲 其实蛮有逻辑的 既然我起涨点 19块 20块没有买 那我现在是等他押回嘛 押回到法人的成本我再买 对不对 今天你是随便买就随便赚 对吧 所以你就随便买随便赚嘛 就是这样啊 那为什么你都看得到吃不到 很奇怪 很多人都说 老师我觉得我很喜欢你的节目 可是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你没有参加会员 好 那都不重要嘛 重点是有时候参加会员是缘分问题嘛 因为有时候你要付钱 你要从你的口袋掏钱之外 你觉得很痛苦 可是我讲盘不痛苦啊 我该讲我讲就好了 那请问一下今天是不是涨停板 那你觉得呢 你明天才要来买 诶 那你前两天看节目看傻了 看假的就对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 你像今天这个盘 这叠到这边来 很好啊 我觉得很好啊 连续都小碎步上涨嘛 对不对 回撤一下嘛 对不对 回撤一下钱高 对不对 回撤一下 还是有机会上去嘛 还是有机会上去嘛 因为你看明后天 其实外资都是休息的 其实外资是休息的 为什么你知道 明天晚上是感恩节 那礼拜五呢 那礼拜五呢 每股又开盘一个小时 来两个小时就休息了 所以他们在放假 那台湾这边就看我们自己本土的业内表演 你知道吗 你不用去管全职股啊 跟你讲你就不用去看全职股 指数是不会大跌啦 你去 可是你就不用看全职股 因为外资没有玩嘛 没有玩的内资在玩 内资玩会玩什么股票 他不会趁外资不在的时候去买台积电 不会啦 你不要傻了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有那个心 我才帮得到你 对不对 你要有心我才帮得到你啊 那不然怎么办 你像我们昨天买 昨天礼拜二嘛 这11月23嘛 昨天礼拜二嘛 对啦 昨天我是跟你讲我们买这一支嘛 他说因为他开放支卷嘛 对不对 我觉得蛮有机会的啊 因为第三季也转亏尾 你赚快一块钱嘛 对不对 那因为他也被安国入主了 产生质变 我要的是质变啊 结果呢 就观众朋友你看到什么嘛 你看到什么 一开盘打下去 哎呀老师崩盘了啦 还有你们这些 听你们这些老师在放屁 什么什么什么都出来了 还有人问候我们家的怎么样 那又如何 当你在问候别人的时候 用一些很肮脏的字眼去问候别人的时候 那代表你什么 水准低而已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投资人 就是有那种行为 水准很低嘛 对不对 那你压低不满 尾盘怎么收最高 哎呀你们都作弊啦 我跟你说哦 我跟你说你们哦 你们这些投资老师啊 都好机车哦 好 同志朋友 我也直接讲 我在我们早上的贴文里面 我们的line上面贴文 我跟你讲什么 打低你要把握机会 拉上去你就知道 谁比较厉害 有没有拉上去 我有骗人吗 那昨天成交7600张 今天成交5500张 不是成交10张20张 就涨停板 也不是说我开盘就锁起来 像合金这样开盘就锁起来 没有嘛 对不对 我有跟你讲为什么 你说老师啊 这股票是不是涨很多 你请我来追 我说没有啊 你看它是高档平台整理 但是你要去注意 因为它是减资的关系 所以你把减资返还回去嘛 我那时候昨天就讲得很清楚 我说你去看 其实它是齐形整理 对不对 你把减资的K线 把它返回来 其实它根本也没涨 最近也都没涨 我也没说我买在这啊 事实上我们就是昨天才买 昨天才买啊 而且我也只跟你讲说 因为市场 市场上有人讲说会涨到哪里 所以我就赶快买嘛 对不对 我们也是有消息的啊 你不能说老师 你们观众朋友都自己手机会传来传去说 哦 那个好像哪支股票会抓到几块 我们也会收到嘛 你要记得我意思哦 我也会收到啊 但是我收到的可能消息比你们稍微再可靠一点 就插在这里而已啊 是不是 我不是听我什么阿姨说 听我表弟说什么 不是呢 我都听到是有钱人跟我说 说哦 哦 那我知道怎么做了 对不对 我知道怎么做了 那你在等什么 我知道你在等什么 等516突破你再来看啊 我怎么会不知道 那我问你今天46你为什么不买 这样子价差有3块8 一张3,800 十张3万8 对吧 我很会算数 我没有错吧 对不对 跟你讲安国我买回来了 老师我跟你说你哦 你好笨哦 你看哦 昨天安国拉回 你看最低还62块1 你为什么不挂62块1买呢 你64就在买 你是笨蛋是不是 对 好多人都说我是笨蛋 对 压回不买你才笨蛋 对不对 好 未来会不会上去 你就跟之前 我跟你讲嘛 为什么我买这种股票 因为神盾去入股敦泰的经验 他入股他把它卖掉之后 从33报到199卖掉之后 他赚了53亿嘛 神盾 神盾现在是安国的老板嘛 他现在手上钱很多嘛 手上钱很多要干嘛 好好经营公司 让公司的股东全部发大财 真的 只有这样而已 那是我我不是 那我做老师 我说如果是我的话 先把股票炒上去 我自己要发大财 因为我手上有股票啊 我变成他的大老板 我当然是 对不对 那你看我这样讲 有没有道理 所以很多东西是你不知道的嘛 老师 我跟你说 你这样讲我就知道了 对嘛 那我再讲 这支股票叫 泰股 泰股 昨天盘中就拉了涨停 今天又涨停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开放之券 这样你懂我意思了吧 昨天他就也拉了涨停 再打下来 今天再拉涨停 这一支呢 也是一样他开放之券 所以你不用怕 你不用怕后面没有人认同 我是怕说 那股票如果 跳开起来你知道吗 他上面创新高之后 上面没有压力了 他上面没有压力 你切周线给你看 你周线哦 我跟你讲 他只要跳过去以后 上面没有压力了 这种股票才是无法无天 我是怕他无法无天 所以我 而且我就知道 我跟你讲 有时候好人不要常常做 你知道吗 四壳子就好 很多东西是你不知道的 我很想讲啊 可是法规又不准我们讲 对不对 老师我跟你说 你做人怎么这样 你这样讲 到底会涨到几块 你跟我讲之后 我就敢买了啊 你早上拉回你为什么不买 尾盘收最高的时候 你才在那边放马后炮 你不觉得那跟畜生有什么差别 对不对 就像我们的官员讲说 那个我们健康的人要吃保健品 对不对 让我们自己更健康嘛 对不对 然后就好像猪去吃莱克多巴胺一样 拜托 这样也能比较也可以同类量比较 还在那边解释 解释来 凹来凹去 凹来凹去 你知道大家都是傻子 大家耳朵都是长简 都听不到 听不懂你在讲什么鬼话 都听不懂 就说凹啊 讲错话了 比喻错了 凹啊 凹来凹去 甩来甩去 很好笑啊 你想要看笑话 你就打开那些新闻来 你看看那些官员讲什么 然后你再稍微想一下 你就知道 好好笑 蛮好笑的 那今天有没有赚到钱 有啦 有赚到钱 那恭喜啦 没有的话你要加油 没有的话你要加油 我是希望你赚钱 因为我该讲的讲 刚刚我昨天没事去讲长龙行 长龙行 今天是展临班 所以你要有一点尊重 你有尊重的感觉 我就会给你尊重 你有心我就帮得到 好不好 我们先进广告 再回来现场 谢谢 三三六六 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 顶页头顾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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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副直播 立即上线 立即上线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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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扇丢入垃圾槽啊 那口罩可以回收吗 用过的口罩不是自然回收物哦 随意丢弃口罩 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告发 除以1200到6000元发 还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关心您 欢迎您再回来现场投资官朋友 这盘我觉得震荡整理一下 没有什么坏事啊 但是明后天 因为欧美感恩节的关系 所以应该外资会缩手 缩手的话 就是本土的资金开始表演 那表演的过程中 我是希望说 你自己好好把握机会 因为讲一句比较难听 其实这行情很好做 那你不愿意做 每天看节目 在看什么小朋友的 我也搞不清楚 那你说老师 我很想赚钱啊 怎么样怎么样 你不要理由那么多嘛 我跟你讲嘛 很简单 要嘛你就打个电话 跟我们助理讲一下说 老师我要预约明天的标股 那你就有机会了嘛 对不对 要不然你就加入我们团队 你就刷个QR Code 手机拿起来刷 自己上去看 看一下人家贴了什么文章 跟你分享 又不用交你钱 对不对 又不用交钱 那你说老师 我不交钱的情况下 会不会怎么样 你就想太多了嘛 那不然你昨天看节目看了什么 看了你觉得今天怎么样 不是 等一下 你如果看我的节目 你如果参加我的白炭情 OK 那你去参考别人 我都无所谓嘛 我这个人都好来好去 就缘分还没到嘛 我没给你塞浪 我也没给你黑白乱讲 你知道吗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你不要等一下股票喷出去 老师我跟你讲 我来不及上车 你怪我 我也不知道啊 对不对 那这支没上车 那就换下一支 那不然呢 就等下一支啊 等待也是一种艺术嘛 对不对 你像上礼拜我们推荐这一档股票 那是8064的冬季 对啦 你看他今天也是创新高啊 他今天来24块 那有没有亮 你自己看有没有亮 这是周线啊 你看他冲出去啦 那是不是我们买这边 他整理一下还是往上走 你不是买不到 可是你就是看我的节目 你不愿意去面对说 没有我研究看看 人家说这支股票 有基本面吗 那是什么样 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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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大声 你也不研究一下 然后就说 我感觉你讲话很清菜 我讲的很随便 我是都有做功课 我把结论跟你讲 这是老师应该做的 不是在那边跟你解释说 这个公司做些什么商品 我拿来给你試研看看 还是拿一个主机板 跟你说他用在这里 他做这个营键 这样有效 你没有效嘛 会起来没有嘛 你重点是我买下去 会起来没有啦 不是我讲话粗俗 会起来没有嘛 买的会起 这样我就相信啊 买的会不会起 我讲再多也没用啊 对不对 我昨天加码这支 你也说不会起来 老师应该饭烫的 白痴喔 别人都白痴 别人说的都不对 你说的都对 是怎样 所以你不知道事情很多嘛 不要还没去看到事情的真相前 先否定别人嘛 我希望投资人你要有正确的心态 你不要先否定别人 我也不会马上否定 我常常承认说我没赚啊 我停损啊 我卖掉啊 怎么样 我看其他老师应该做不到 几乎没有人敢这样讲 没有赚喔 我就讲没有赚喔 但是我就有赚啊 对不对 我有赚钱你不能硬凹说我赔钱啊 这是莫名其妙的老师嘛 对不对 没有人这样子啊 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白的说成绿的啊 对不对 不能 我如果有那个能力 黑的说成白的 白的说成绿的 我就可以去当塔利班的议员了 懂不懂 我怎么在亏他们 我怎么知道你怎么想的 老师 这股票会不会涨啊 我跟你说啦 你喔 你的股票好奇怪啊 每次我卖掉你就开始涨了喔 好奇怪喔 你都好奇怪喔 你们都好奇怪 奇怪啊你们喔 我每次卖掉你就开始涨喔 好奇怪很神奇喔 你买了就会涨喔 我卖了它就你又涨了 对吧 我们在找加码点 你在那边随便欲白乱买嘛 对不对 赚个几百块还在那边恭喜我们小编 啊谢谢老师啊 我赚了几百块啊 怎么怎么 你知道我们小编都懒得理会 就是以毒就好你知道吗 就给它刷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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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要看这个嘛 对吗 那不是蔡兰族而已 那小米一族啦 猪辣一族嘛 他不是没能力参加而已 他根本就是 来那个什么 刷存在感 说啊老师我跟你说我还活着 其实讲这样而已 我们就没有要害你 你当然还活着啊 你什么那么好笑 所以有时候你在我们的群组上面留言 有时候你水准稍微拉高一点 你如果要搭焦鸡丹喔 红皮香喔 麻烦你搭那个 贪几百万那种的 贪大赚个几百块几千块 那个你就不要贴了 贴了我们就是 小编觉得有时候觉得说 哎 穷人还真多耶 对啊 我是比较你看 你看吧 现在穷人很多吧 你看 好好乖乖上班 在老师身边多学一点 认真上班啊 你看 那赚个几百块几千块而已 开心得不得了 这投资人就自己堕落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堕落 那叫堕落 赚个几百块几千块就开心得不得了 人家那位打出来都整百万在谈 人家怎么会在乎那个泡面涨几十块 人家怎么会在乎什么什么房价多高 谁理你啊 对不对 谁管理央行总裁讲什么 你讲那个理论出来 年轻人的可以接受喔 可以接受喔 你到底时不时人间烟火啊 什么叫做你四十岁也才买房子 看着呢 对不对 不要讲一些插话嘛 人家听了就觉得说 这些官员真的是 不是糟糕而已 昏庸避俗到一个程度 他无所谓啊 官照做 对不对 管理几A几A 对不对 薪水照领啊 几A几A那是怎样 那你给我几个A 我那么棒你给我几个A 啊 请问一下观众朋友 我这么棒啊 请问一下你要给我几个A 啊 还是说你觉得我都是A钱的A 对不对 欸我上节目我是要做生意的 我当然要多少给公司 推销一下 那不然 对不对 我也是要给公司 我还是要给公司个交代吧 对不对 你说老师啊 那个 我觉得你这样讲喔 我是觉得说 谁讲的太好了 对不对 但是感谢你啊 感谢你每天啊 时间一到就是锁定我们的节目 我是希望你赚钱啊 因为真的想要赚钱 你真的就跟助理讲一下嘛 喜欢的话办一下手续 对不对 不喜欢的话 问一下老师明明要做什么 命征一下 那你也松啊 因为是有参与感啊 明天会不会掌停 那我们就来祝福你带啦 因为今天应该很多人都下车了 好 生日大转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